這樣 從裡到外 尤其是從心裡去影響到 生理這一塊是非常嚴重 你看從頭到腳 從裡到外 甚至於精神方面的問題 其實很多的症狀都是感覺 他來看病的時候 真的是五花八門 求診症狀五花八門 第一次來就診的時候 他說他是腰部的急患 去檢查 最尖盤是狹窄 但是因為沒有突出來 所以醫院方面沒有幫他做 我看了很心疼 這個症狀都寫不下 他一開始他說 他有腰部疼痛的現象 甚至臀部疼痛的現象 這個就很像坐骨神經痛 問題是他去檢查 居然沒有去壓迫到神經 我們去幫他解決之後 這些症狀就一樣一樣解決了 再來他告訴你 他會雄門 心急 就跟我們剛剛這些明星 發生的現象是一樣的 甚至於他沒有辦法吸氣 他會說我吸不到空氣 呼吸氣短的這個現象 再來 因為是女生 所以他有潮熱到汗的現象 不要說只有女生 男生一樣會 像我們旁邊的案例 男生他一樣會有 潮熱到汗的現象 年輕人他從夏天看到冬天 冬天他不是身體好 他其實是身體發熱的一個現象 頭部的百慧穴跟上心穴 其實還有硬糖 因為畢竟脆症 他還是會留下小小的疤 一般臉部我們就不做 你看我們現在在做百慧的症狀 速度好快 而且我看到你是先點火 先燒症 先燒症 利用這個棉花 75度的酒精燒起來之後 對症這個做燒去 而且點一下就拔起來 對 所以這個叫脆症 脆症一般我們帶進去的能量 是跟一般的症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般症炸下去之後 我們要停留25分鐘到30分鐘 甚至於像我做自費的可能要更久 可以做到一個小時 這邊要百慧穴 上心就是其實在髮肌之間 你說我們髮凸的人怎麼辦 有一個很好的量取的方式 就是眉毛望上大概四指的寬度 就是可以找到這個上心穴 再來兩眉中間的這個硬糖 其實就是我們董事齊穴的鎮靜穴 它也可以達到鎮靜的效果 其實會有自律神經失調的這些人 我們需要扎這些穴道 讓它有鎮靜的這個效果 讓它不要覺得煩躁 再來耳朵上有一個耳神門穴 大家可以互相看一下彼此的耳朵 我們耳朵上面是不是長得像 一個Y字形的這個缺口 那裡面有一個這個神門穴 其實自己也可以按壓 你看我這樣按壓都按壓得到 利用手指骨的邊緣 後面的大拇指往前推 食指向後壓 你大概就可以壓得到 那我們在現場裡面 我準備了兩種 這個是傳統的 你看這個針相對的比較粗 那這種針砸下去 一般病人承受度是比較差的 等一下會用這種示範一次 然後這個新的 我們用這長得像一般的豪針 它長得像一般豪針 這個砸下去就迅速多了 再來一個它的痛感就沒有那麼強 好 你看到 針它現在慢慢變紅了對不對 對 紅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好快 我們沒帶到那個畫面 好快 不然就是 對 就這樣就進去了 可是當你手的 我們講說技術不純熟的時候 也許這個針會彎掉 我們再一次 火的最上面其實是最熱的地方 這個時候的針上面有一點 肉的味道好香 好了 OK了 進去了 非常快 是不是幾乎都 扎在同一個地方 但這都要經過訓練 好準 不然你扎的穴位就是跑掉 那您剛說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 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個就是一般 應該說我們現在用的脆針 你會發現 脆針小隻的就特別很快就紅了 好快的速度 你會聽到 我可以聽到